观众朋友晚安您好 欢迎收看1900重点直播 我是辛华为您新文化重点 7.2强症发生过后 目前搜救行动已经持续了第七天了 但是今天其实还是有六位民众持续失联当中 其中有两位是新加坡籍的夫妇在沙卡邦步道 而同时在沙卡邦步道上还有游信一家五口 只找到了爸爸以及女儿 妈妈跟其余两名小朋友 目前依旧是下落不明的 而稍待一会儿呢 我们的整点新闻将会持续带大家来追搜救的进度 以及目前灾情最新的会诊 而今天其实在搜救行动当中 也一度露出了新的线索 刚刚提到呢 新加坡夫妇他们到底在哪里 昨天本来呢 怀疑可能会在1.5公里处的五间屋这个地方 但是今天呢 有三间屋的住户自己抢险下山跟警方表示 他在0.85公里处沙卡邦步道上有明显的气味 怀疑这里很有可能就是最后新加坡夫妇出现在的地方 而现在土耳其跟台湾的搜救团队也共同来空拍 希望可以来重现沙卡邦步道3D的影像建模来协助救灾 而同时呢 沙卡邦目前有五人失联 但是另外一方面在花莲的和人矿场 又一名销信矿工 人就是下落不明的 目前呢 当地已经出动了三名怪手的驾驶 以及两名警销持续在当地挺进当中 但是由于那里的地质非常的脆弱 出现了贪方而且时不时都会下雨天气情况不稳定 一度进行暂停 要等现场地质情况条件允许才有办法继续抢修 不过整个救难的过程当中呢 在天摇地动发生的那一刻 还有许多人是奋不顾身 英勇救人 王旦宁看到的是 一样都是在太鲁阁国家公园发生了险情 而这名Uber司机当时 他正好行经宁安桥往白洋水连动这个路段 结果没想到一阵天咬地动过后 他发现在隧道尽头眼前开始出现山崩了 当下呢他非常的紧张 他本来想想自己可能就要被落石砸洞 如果不是为了关闭手机上的国家级警报 车速暂缓 否则他会跟这些落石一同在同一个地点出现 恐怕自己小命也不保 而后呢他躲在隧道里头发现前方呢有两部轿车 其中有一名驾驶不幸身亡 那一名驾驶头部受伤 他赶紧接他上车 同时也发现 骑着摩托车要去上班的三月村的女员工 他手部骨折也在呼救 因此呢他利用他仅有的这个驾驶工具 来收容两名伤患过后 通通的这些所有人 在太鲁阁公园的公路上受困了六个小时 才盼到救援的人力到达 赶紧协助伤者送医 美丽的台八线一系变成世界末日 当时前方一辆机车两辆汽车 刚经过181K靠近宁安桥的路段 大量的土石就像海浪一样席卷而来 只是没有几秒钟的时间 前方的人车已经完全看不到 碎石不断从陡峭的山坡滚下来 不仅砸中车辆 厚厚的尘土也开始堆积在挡风玻璃前 直到最后眼前景色飞蒙蒙 当时人就在现场的驾驶 听到这个声音逃过一劫 我分心就是要去关简讯 所以我车速慢下来 所以我没有出隧道 然后马上石头就掉下来 对象他们三个 我就看到他们三个被击中 可是大概两三秒的时间 就看不到他们了 因为都烟雾了 等到没有余震开Uber的司机张家硕 才晓得和亲人逃过死劫 照片拍下的全是一辈子忘不了的回忆 自己的爱车也变成这样 想要掉头离开时却看到石块挡路 只能在隧道里避难 听到有一个女生在叫 有点像 就是听了你就知道 是受伤还什么的 然后我就刚刚拿手电筒下去找他 回转完以后 另外一个伤者也独现了 男生的话就是 他的左手有一些 可能是小石头打到的那种 因为他的车被砸扁了 所以他的头有被车顶打到 原来三辆七机车全部被落实击中 一名驾驶当场死亡 另外两个人全被张家硕解围 而受伤的女骑士就是三月村的女员工 事后宋一躺在病床上的女员工 命是捡回来了 但免不了伤口疼痛 九号也在手臂不肿胀了 顺利开刀 而这几天同事怕他难受 轮流到病床打气 经历这次生死 驾驶张家硕逐渐恢复平静 救人却不邀功说 谁遇到了都会这样做 TB情人正胜为韩尚伦 特别报道 而接下来这一名高三的同学 也需要大家帮他集气加油打气 这是在太鲁格经营酒店建教合作工作的 高三学生黄家安 本来受困一天一夜过后 从九曲洞脱困本来想说情况应该会好转 没有想到因为他在搭乘交通车的途中 碰上了地震 导致他的双腿被锯石压住 后来发生了脑栓塞 结果现在医院发现 他可能因为栓塞感染的状况十分严重 出现了脑死的情况 家属说现在的禁地就是在跟生死拔河当中 我有很多医生表示 其实面对山难的时候 很常发现就会出现 枪式症候群引发的相关的后遗症 有医师已经开始研判了 家安同学很有可能是因为他的脚 长时间被锯石压住 影响到了整体的循环 而获救之后循环恢复正常 但是脚部这些血栓或是感染的细菌 也进入了整个身体的循环系统当中 才会出现如此严重的后遗症 腿部多处骨折 救难人员快速固定伤口忙着包扎 在泰鲁阁精英酒店 建教实习的高三生黄家安 强症发生时 他正好搭交通车去上班 却在九曲洞被落石砸中 双腿遭重压一夜后 抢救出来的时候还一时清醒 但送医后一度失去呼吸心跳 六号装上液克膜抢救 八号出现肺栓塞 如今疑似呈现脑死状态 胸腔科医师苏伊峰PO文指出 高三生被救出一两天后 心脏骤停 可能是出现腔食症候群 由于被锯石酒压 缺血细胞坏死 当锯石移开后 腿部血中的血栓 细菌 甲离子等坏东西被带出来 才导致现在的情况 最佳处置方式 应该先打点滴 大量灌水 再慢慢移开石头 但第一线医疗人员不足 现场情况紧急 才演变至此 目前弟弟的状况 已经真的是不太理想 他医生就建议我们说 先回家做讨论这样 他就决定让弟弟说 再有那个什么 突发事故发生的话 就不用再动刀了 就让弟弟稳稳的手 黄家安疑似呈现脑死状态 家属透露会观察几天 再做最后决定 TVB新闻 华正森 郭颖 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好 观众朋友 刚刚看到家安的哥哥出面 表示也不忍心见到弟弟痛苦 但是呢 家属其实心目当中 还是不放弃任何一丝希望的 而且同时呢 过去家安他是以建教合作的 身份跟资格 到泰鲁阁精英酒店打工 因为他的家境其实没有很好 父母早逝 父亲早逝靠外公抚养 从小呢 其实都有亲戚帮忙照顾跟接近 他才有办法健健康康的成长 所以呢 他也想说要回馈家庭 早早就外出打工养家 而现在呢 工作受伤 由于他是搭乘了通勤的交通车 要去上班 这是属于工商的一部分 而后续呢 泰鲁阁精英也表示 该有的补偿赔偿 通通都会一定给到位的 但是我们要带您看到的是 其实就算他最后复原了 但是病况也会相当的危急 因为家安就是因为 枪式症候群 血衰还有钾离子的血液当中失衡 导致他出现需要用叶克膜 同时呢 也出现脑死的状况 但是如果他痊愈之后 双腿能不能保住 也是打上一个大问号 因为呢 过去相关的严重症灾当中 如果呢 这样长期时间被压住腿部的话 导致节肢恐怕未来会出现 代谢症候群相关的问题 因为临床上就有医生提醒 通常节肢患者 他全身的这个血液动力循环 跟完整肢体的人已经是不一样的 所以会出现了糖尿病 高血压 高血脂 心脏病或是脑中风 种种的情况 还会觉得这个小朋友 真的是很冤枉 年纪这么轻就碰上了人生奏变 全身厨师服拿着便当 滔滔不绝讲解自己这回的便当作品 他是不幸预证的花莲上腾工商高三学生 黄家安 站在最中间表情看起来超快乐 因为他2022年参与花莲山野牛肉便当料理比赛 大败其他参赛者 拿下特优 便当还用名字 谐音曲叫加加油 也是不少同学现在想跟他说的话 黄家安是同学们的开心果 消防说他阳光乐观又上镜 师生一起折纸喝集气 也要发起募捐 盼望好同学赶紧回归 而他就读餐饮科 是名见叫声 从小父亲过世 被妈妈送到阿姨外公外婆家住 是家中的经济支柱 暂时回不了这小衰温馨的房间 曾加上还放着酒店识别证 谁能想到这回就是在上班途中遭遇劫难 工作的泰鲁阁精英酒店回应 持续关怀他在音乐的状况 旨在赔偿部分绝对会帮忙处理 从饭店到学校家人都只有一个愿望 黄家安挺过去 大家帮忙就帮家安打打气这样子 TV本新闻高中 上本正华正森 郭雨薰 您听花脸采访报道 好7点2的强震 让大家见到大地无情的一面 不过当中也见到许多人性的光辉 但是我们要持续带您看到的是 还有很多搜救人员仍在辛苦的第一线 希望能够让道路恢复 同时赶快找到失联者 我们能看到这次泰鲁阁地区 受损比较严重的 包括了小追路步道 目前本来在当地受困的联姓一家人 爸爸确定罹难 但是妻女顺利平安离开 而今天也传来了好消息 就是原本找不到爸爸的断肢 现在搜救人员已经找到了 家属十分的感谢 但是当地也要积极的来修复贪方 来清查当地的灾情 而同时在沙卡当步道 现在持续还有五个人失联当中 包括了新加坡的夫妇党 还有这游信的一家三口 目前其实大型重机具也进驻了 希望能够修筑变道 能够让更大型的破坏机具 能够进入到当地 才有办法破坏这一些土石坡 来协助罹难者脱困 而同时沙卡当步道 由于因为大量的土石陷落 已经出现了巨石所产生的艳色湖 而这些深湖 未来也是会成为前进里头 进行搜救的困难点之一 现在急需要来克服的 而我们的记者 今天其实也抢进了沙卡当步道 可以说是过去山清水秀 奇岩怪石的景象不在 全日代之的是断圆残壁 还有许多被砸毁的车辆 前进沙卡当步道 算台八线的这里已抢通 但一条钢梁就这样垂落 悬挂在空中 采访车路过还得放慢速度 慢慢来不急不急慢慢来 就在开放后 记者才晓得这几天搜救人员 他们经历了什么 一路上看到许多护栏都有缺口 还有两辆工程车停在现场 车体呈现V字形 过了不久 终于来到沙卡当步道的进出入口 可是却是这部模样 实际来到沙卡当的步道出入口 可以看到这步道 原本是有一些钢梁跟护栏挡住的 但是地震当下 落石全部把它们给砸烂了 现在这个地方 也是搜救队员唯一的出入口 出入口因为被落石砸中 严重毁损 看看之前的模样 后续还得维修 否则游客很难进入 而沿途的步道 本该避免滑落的护栏 东缺一块西缺一块 河道上也有挖土机 抢通时经过的痕迹 重机区的部分 只能仰待这个河道来做通行 可以看到 原本都是一大堆落石的 重机区都把它们开挖 清出一条路 而且地上还留有 重机区经过的痕迹 为了持续找寻新加坡籍的夫妻 还有游行一家五口 另外三个人的下落 搜救人员沿着陡峭的山坡 缓慢移动 每一步如果不小心 底下都是万丈深渊 而且还会遇到土石崩落 就怕后面的人不晓得 救难人员吹哨子提醒 今天除了在步道0.85K的位置 找到新的手套 也带回8号发现的鞋子 提供给家属指认 而重机区也持续往前挺进 500公尺 预计10号就能抵达 游家人失踪的地点 可以赶快让两名罹难者脱困 把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 前进指挥所传来歌声 原来是新城国小的学生 让他们自发信到这里 送卡片和唱歌 帮救难人员打气 随着重机区的进驻 将带给救难人员更大力量 也正好呼吟着这歌曲的名字 明天会更好 TB全综合报导 不过更多的家属想问 强阵已经7天了 你们到底在哪里 目前呢 这新加坡籍夫妇 他们的家人已经抵达台湾了 同时也带来新的线索 希望能够协助搜救选 来寻找他们挚爱的家人 他们特别从新加坡呢 带来了医务 让这些搜救选来绣文 希望接下来能够透过气味寻人 而昨天一整天呢 其实搜救队员 他们是出动了7人 以及3只的搜救犬 前往5间屋的两处封闭来搜索 但是很可惜还没有发现有人 那往里面挺进 同时也没有发现更新的斩获 不过今天呢 陆陆续续收到了许多消息 像是有3间屋的住户 冒险下山跟他们通报 很有可能在沙卡档的 0.85公里处 他闻到了异味 或许今天他们仍就持续的 在进行搜索 而同时呢 也有一名导游 向搜救的指挥中心表示 团圆当中的德国旅客 他们在山苏园拍到的照片 疑似就是其他目击者 看到新加坡夫妇的最后声音 小石头一颗一颗从大到小叠在一起 来到花东笔拍的小石头堆 但注意看画面的右上角 仔细看画面中有模糊的两人走过去 高的身影穿着黑衣服 矮小的则是红衣服 与强镇中失联的新加坡夫妻相似 家属一看画面确认就是他们 当他们那天我们结束之后 他第二天就赶到日本了 然后在第二天的时候第三天 他就赶快传来跟我说 这个是不是你们要找的新加坡人 花莲强镇仍然还有六人失联 其中在沙卡档的两名新加坡夫妻 有了新线索 一名核信导游跑到指挥中心表示 团圆中有德国游客拍到夫妻身影 他说他有回头看到有两位 东方面孔的一对夫妇 在被旧丹人员发现之后 把他们带过来的时候 就经过他那个看到他的一个地方 他就跟旧丹人员说 这可能里面还有人 德国游客是在2号晚上到花莲 3号一早就出发前往步道 7点20就在步道口拍照留念 7点40分中途停下来休息 在所谓山苏人路边拍了小石头的影片 后方就拍到了新国夫妻 发生地震后 这两名德国游客顺利平安脱困 结束行程后就飞往日本 但还是持续关心地震情况 仔细翻看影片照片 才会发现这段到此一游的记录 也意外成为失联新国夫妻 最接近地震时间出现的影像画面 特别请导游提供线索 家属也在8号抵台 前往太鲁阁的指挥中心 希望有好消息赶紧传出 早日找到他们 TVBS新闻里面会高中 专卡日兰婷 花莲采访报道 另外一方面 今天在天王星大楼的拆除现场 也传来了好消息 很多人说在下午的4点58分 是令人激动又感动的一刻 因为当中也为余小姐 她三只爱猫在地震当中 失联了 没想到今天我们的SNG的记者 在现场拍摄拆除过程当中 捕捉到这只橘猫 就瑟瑟发抖 直立式的趴在倾斜的窗台上面 看起来已经奄奄一息了 似乎也是饿了7天 都没有好好休息 而当下呢 其实有很多热心人士 立刻通报花莲县政府 他们也拟定了旧猫的行动计划 动员了云梯车 并且备好了航空箱 来升到这个高楼层 大概是7、8楼左右的这样的位置 首先呢先把猫咪固定窗户关紧 再施打了两剂的镇定剂之后呢 顺利的解开上方的铁窗 协助救下这一只橘猫 而根据了解呢 这其实是余姓住户余小姐的猫咪 但是让人揪心的是 虽然这一只橘猫橘子已经获救了 但是她的同伴还有虎斑猫 目前还是下落不明的 消防人员以及救援人员 她已经上了云梯车 来到了7楼旁边 云梯车出动 全员目标就是天王星大楼拆除作业 9号下午发现的这只虚弱橘猫橘子 就怕一不小心惊动她又跑掉 动物防疫人员打了两剂镇定剂 手还被咬了一口 等到橘子没那么激动 出动工具割开铁窗 终于这一刻 受困第七天救援橘子大作战 打阵 下来后连带笼子转交给天王星八楼住户 余小姐先送动物医院再说 过程惊险万分 但看看顶楼的他们 被网友说是最坚强的鸡 正后即将买一周 仍然坚守家园 9楼住户的鸡的部分 现在目前好像还没有去做相关的 这个救援的考虑 目前还没有相关做救援的考虑 这个待会我再来跟施工人员 确认一下看看 那个部分看能做什么样的一个处置 而9号这天 除了因为旧猫暂时停工 中午拆除八楼时大钢崖扫到瓦斯罐掉落 疑似瓦斯外泄 消防队马上进行洒水作业 还好停工约一个小时就复工 安全才是上上策 TVBS新闻高众添加性中将来 高子曜旋 林昌普局 NCM小组花莲报道 好确实哦 这橘猫橘子获救 是灾区里头不可多得的暖心好新闻 也希望能如同像这只幸运橘猫一般 有越来越多好事 跟希望继续存在发生 而再来我们带观众朋友看到 其实这一世地震当中呢 也是有社会各界诸多的善意聚集 很多人慷慨解囊 希望能够帮助灾民 可是我们对比哦 其实过去花莲的重大灾害 民间震灾的捐款专户 目前累积了1亿的善款 但是跟0206过去的地震的善款 相比他们是达到了27亿 可能这个是时间的累积的效果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27亿跟1亿其实是相当悬殊的 而对此呢 其实花莲协长徐真伟表示 其实这次的大地震 不只是灾后重建的复原 更是信心的重建 信任重建的工程 他说花莲需要全国人民 跟他们站在一起 而立委傅坤奇也表示 他其实看到了 有很多的网友留言说 不要捐钱给花莲圣政府 以及红十字会 因为他们是偏蓝的 傅坤奇批评 人命有分颜色吗 救灾有分颜色吗 不过同时 其实要捐到哪一个账户 其实都是民众自由意志的展现 那么更重要的是 其实我们还有看到其他的管道 外福部赠灾的专案 目前累积了3.26亿的款项 可以到四大超商来汇款 但是我们要提醒您 这个募款呢 是到5月3号为止的 但很多人认为 现在呢 数以亿计的善款 多与不多 其实不是重点 重点是 究竟政府要如何运用这些善款 是否有目的性策略性 能够帮助到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呢 同时 款项的运用是否足够透明 才是民众心中所关心的 收在乎就说呢 这金流应该要透明化 而且呢 现在在花莲的围楼市全台之怪 越来越多 很担心这些善款 会不会有被稀释的可能 而花莲县的议员 魏嘉贤也表示 线府要做什么目标划出来 才知道到底需要多少钱才对 而这一次 04月份的花莲强症 7.2的规模 导致目前已经有11个人罹难了 今天线府也举办了 追思的头期法会 有非常多的家属 来到法会现场 场面十分的哀情 同时呢 在天王兴大楼地震震灾当中 不幸罹难的康老师 有三四十名的同学 他们自愿来到现场致哀 还有在沙卡档步道 目前还有三人失联的游行一家人 游奶奶今天也来到现场 送金祈福 强证的头期法会 才刚开始 就让家属情绪激动 送金的时候 我一直在呼唤他们 可是忽然间有一只牙 牙就在楼旁边这样子挥 这样子挥 就回来看妈妈吧 她是一家屋口遭火买的游行男子妈妈 由于目前还有媳妇跟两名孙子 下落不明 因此头期这天 有飞蛾出现 也让她感觉到失踪亲人 似乎听见了她的呼唤 对 看妈妈我有感受 因为他们说如果有这样子的时候 就是她回来我一直在呼唤他们 一天第二天的时候就想说 可能还有生还的机会 比较快 后来就是看到 就看到了 另外为了救猫 泥烂的康老师 他服务的花莲高农 也有三四十位学生 主动出席法会 原来刚老师在花莲高农 担任辅导师代理老师 平时除了上课 还会跟学生打成一片 也让不少人至今想起老师的好 还是会心里隐隐作痛 根据中央灾害应变中心9号统计 一共11人死亡 在沙卡当还有两名罹难者 没有找到 而八人失联 包括六名本国人 及两名外国人 因此投席法会 也希望传达亲人的深深思念 因此收救持续进行 只希望能尽快传来好消息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而继续我们带您关注到的是 其实地震当中 也可以见证人性 前几天我们曾经为您报道 这位希腊英雄 在白羊步道当中 自己跟妻子受困 但是他发挥人积几积 人逆逆逆的精神 他透过自己所学习到的 同军神的救援结神技术 帮助在受困当地的十多人 顺利脱困 虽然呢 做了好事一桩 不过地震发生当下 可是让他的丈人担心得要命 我们可以看到呢 其实他的丈人是 前驻纽约大使蔡尔光 他说呢 当时因为本来要跟自己的女儿 还有自己的这个女婿 一同去白羊步道走一走的 结果没想到 自己想要待在饭店 好好的休息 就没有一同前往 就发生了地震 直到呢 饭店跟他报平安 他才能够稍稍放下心中的大使 而根据了解呢 他的女婿所拯救的11个人当中 其实当中还有一家五口带小朋友 年纪最小的只有2岁 成功脱困之后 很多受困者呢 真的是历劫归来 感动落泪 用大大的拥抱抱 抱住了这一名希腊的英雄 而且与此同时呢 大家也开始去思考说 在碰到症灾的时候 到底要如何运用求生的技能 这些似乎都是日常需要必备的知识 那边石头蛮特别的 拿出从花莲捡回来的石头 她是前驻纽西兰代表 蔡儿皇的女儿 还原地震当下 和希腊籍丈夫贝迪瑞 以及母亲 从泰鲁阁脱困经过 余记有存 真的是像战场上东西是掉 我们发觉在那个桥的最中间 这样子拿着电话 偶尔可以发出短讯 所以他们也担心 我们在旅馆等也担心 然后他说他们两个人安全 我想说他们三个人去 怎么会两个人我要 那天早上六点半 我太太起来 她六点半想说要不要去 我说我想再睡一下 我不想去 还好你没有来 还好我先生来 有同军经验的贝迪瑞 断讯前两分钟 发出救命简讯 眼看天逐渐黑 认为在隧道里过夜 可能有危险 我们连地板都开始湿湿的 就变得非常冷 他开始听到鸟的声音 想说好像自然开始 又跑出来了 可能最困难的那部分 已经过去了 他连那个牌子 说小心落石的牌子 也拆下了棍子 他一边扶着 我在另外一边扶着 还有踩着 然后那个棍子就在 那个山崩那边 就在地上这样子 就变成可以锁 在地上这样子 当时受困隧道的11人当中 其中一家5口还带着小孩 最小才2岁 贝迪瑞成功脱困后 到派出所 拿了绳子和安全帽 再回到受困现场 看到他的时候就哭了 我现在看到他们也哭了 因为等于是像家人一样 我们已经共一起在一起 那么多个小时 白羊步道原本短短2小时路程 没想到却成了漫长10小时 受困惊魂 惊闲时刻历劫重生 赛尔黄和他的家人们 心中满是感恩 TVBS新闻董肉骏成人亭刘婷婷 台北桑报道 而一样是历劫归来的故事 我们要带您看到桃园这一名 24岁的男子呢 他从桃园出发 希望能够环岛一周 不过行程呢 已经快要接近尾声的时候 他却在奥华隧道碰到了 7.2的强症 而地震当下 大家知道苏华公路受损是非常严重的 巨大的落石呢 从天而下 就像滂沱大雨一般 结果呢 他不幸被落石击重 左大腿骨折 而当下他一个人环岛 非常的孤立无援 但这时呢 却有善心人士 立刻上前来 搀扶到安全的地方休息 惊险逃生 在奥华隧道 原地等待了两个小时 终于等到了救护车将他送医 他说现在自己能够平安的出院 真的要感谢那位热心民众 也是他的救命恩人 摊坐在地上 左脚已经动不了 因为被鞭颇落石击重 满地碎石块已经堵住道路 不赶快跑 就怕又有落石 这也是距离奥华隧道100公尺处 当时徒步环岛的张汉城 惊险逃生 那个山壁的石头 就是整片接二连山 就是这样崩落 快结束的时候 还是被打到我的左脚大腿 当下立刻拨一九求救 结果余震又来了 因为那个警报声的我就被吓到 然后又站起来 就扶着忽然站起来 然后往隧道那边跳 对 但是就是跳两步就要休息 因为真的太痛了 左大腿严重骨折 头部缝了超过四针 24岁张汉城退伍后 徒步环岛送给自己成年里 一个人拖着20公斤重的行李 从桃园出发 沿途搭帐篷过夜 直到第42天 往宜兰南澳途中遇到强症 幸好当时遇上热心民众 一台货车跟一台小轿车 我就是有挥手求救 然后他们就很好心 就是不顾自己的安全 然后跑一下车来 参扶我进隧道 还回去和平镇上帮我拿医药箱 帮我做一些外伤的处理 这样子 还给我水喝什么 就是想办法帮助 然后陪我等到救护车来 遇上规模7.2地震 庆幸能活下来 他还想继续未完成的环岛梦 现在最想做的是 跟所有帮助过他的人说一声 谢谢 非常感谢 TB的新闻 徐坤山黄金芬桃园 宜兰报道 好真的谢谢这位 行善不具名的人士 真的在最为难的时刻 伸出了最关键的援手 而接下来我们带观众朋友来关注 这一次7.2的强症 大家这个礼拜可能都感受到 愚症不断 为例不像是过去单一断词 如此之简单 那么有很多专家 甚至日本媒体也进一步报导了 这跟先前的能登半岛强症 似乎有关联性 我们要带您看到 是地震科学中心的科学家 马国凤就表示 这很有可能是琉球的影墨带 也就是大家看到上面这张图呢 其实菲律宾的海板块 跟欧亚板块作用之下 所以才会在东部地区 出现了海岸山脉还有中央山脉 以及花东纵谷这样的美景 但是也是这样的板块运动 导致花莲就是一个地震不断的地带 那么马国凤进一步表示 这中间有一个琉球的影墨带 每60到100年就会发生 瑞士规模期以上的强症 他认为也很有可能是琉球影墨带的作动影响 导致这一次的震灾 而台大地质系的名誉教授陈文山也提出他的看法 他也是要跟民众示警 花东纵谷呢 很明显都会牵动到许许多多的断层 所以接下来呢 这次的地震是否会影响到中央山脉的断层系统 是不是也会累积到一些能量 或是有一些作用力 引发后续的大地震呢 大家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同时中央大学的地质系教授也提出了提醒 像是类似这种海沟型的地震 根据国外的研究都有百年周期 所以台湾才会近期不断提出 很担心会有百年大震的发生 而且百年大震的瑞士规模都是八起跳 所以未来十年呢 从回推到1920年到现在到2020年的现在 这未来十年都要特别特别注意的 而且中央气象水表说 不是中部地区的朋友 或是中央山脉附近的现实要特别留意 因为他们有观测到 在7.2花莲墙震发生之前呢 其实在嘉义的梅山断层呢 似乎也有相关的运动 而且梅山断层呢 在1906年曾经发生过大地震 现在呢也已经面临到百年的周期了 不过地震的发生 我们人为要预测 现在技术还有很多的限制 而且我们也没有办法阻止板块的作用力 更为重要的是您家中的房屋结构安全是否稳妥 也要借此机会赶快补墙了 倾斜的天王新大楼拆除作业进行中一度卡关 因为余震不简短的发生 4月3号的这一场7.2墙震重创花莲市区 他也挺过了02 06 0918 然后这是04 03 他会这样子 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意外 因为我们也是想说 他应该就是这样子震一震而已 没有想到他竟然受伤得这么严重 其实花莲地震多 对当地居民来说早已见怪不怪 只是规模大到传出灾情 甚至主震后 一连累积至少750起 大大小小的有感余震 还是让不少人这几天生活在恐惧当中 就是因为花莲所在的位置特殊 让这里成为全台地震发生最频繁的地区 在花莲域里有一个景点 是把菲律宾海板块和欧雅板块的交界处 给标记出来 但也正是因为这两个板块 让花莲所处的地理位置 所发生地震频率 相较于西半部来说多出了很多 累计100年有8公尺的位移量 在这里在台湾岛上面 在这个台湾岛上面区域要被消耗掉 中横公路通车之后 由于景观随伺机多变 加上险峻的太鲁阁峡谷开凿 成为国内外游客前往的重要景点 正是因为强烈的板块和断层活动 打造了台湾鬼斧神工多变的自然景致 不过却因为菲律宾海板块 以每年约7到8公分的速度 朝西北与欧雅板块聚合 花莲在最前线成为能量的聚合地带 100年的话就变成是有8公尺的量 在台湾这个岛里面要放出来 花莲这个区域就是板块的尖端碰触 所以它是首当其冲 它每年的地震特别多 表示它也是能量最容易释放的地方 释放久了 这边的地壳也会变得比较脆弱 地壳脆弱能量更容易放 从2013年瑞穗地震 2018年2月6号花莲地震 2019年寿林地震 2022年池上地震 这一起规模6.8不但有建筑物倒塌 就连桥墩也断裂 再到2024年4月3号7.2强震 同样造成严重灾情 红色都是这样子挤压 所以你会看到这里很红 所以我们的东部就是 有大量的压缩的 横向的压缩立在这里 到西边传到西边就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全台共有三个地震带 东部至外海地震最多最活跃 地震深度可以超过200公里 反观中央山脉以西的西部地震带 发生频率就较少 震源深度通常也比较浅 不过并不代表风险不高 尤其西半部人口更稠密 同样不能掉以轻心 我们无法排除说这一次的大地震 会不会对邻近的区域 各个相关的断层系统被它诱发 然后产生新的活动 这是有可能的 尤其是如果你看这一次的地震 活动的余震的范围 再加上它这次地震所在的位置 它真的很接近就是碰撞 跟海沟这个萤墨的交界的区域 所以这附近的构造都很有可能被牵引到 所以我们现在也正在看说 这个余震它的余震的频率跟它衰减的速率 是不是跟我们预期一个规模7.2的差不多 在这个板块边界上 它本来就是一个活动比较剧烈的一个地方 那长期以来的话 在这地方因为它是一个碰撞的一个过程 所以在很多时候 我们都也看到有非常多挤压构造的一个地震发生 地震南侧灾害南方 尤其花莲未处的正式地震发生平凡的位置 只能做好准备强化结构 灾后复原防化于未然 特别新闻连至旧物选台会报道 不过在7.2强争当中 有许多的建筑早就不耐摇晃 出现了危急的情况 西北市土城沿河路这处华夏 53户被撤离到现在没有办法回家 而今天管委会出面控诉 这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呢 因为他们清查建筑的主体发现 主钢筋居然少了7支 他们怀疑当初华夏的建商是否偷工减料 同时也希望新北市长侯友宜 能够替他们住持公道 在这里住了20年 那现在这样一夕之间房子没了 那心情真的很差 情绪窥题红了眼眶 4月3号强震后 快要一周扎原依旧是禁区 新北土城沿河路华夏 因为地震梁柱便袭 即使施作支撑工程 依旧是黄单53户无法返家 眼看安置日就到今天 接下来该去哪 没人有答案 希望侯市长拿出他那天的 首说的话 拜托他赶快帮我们 这样是不是很可怜 一个家等于就这样 等于就是回了 后面回去改墙 站在有小孩的立场 我实在也不敢回去入住了 一楼柱子 钢筋已经爆出来 牛区变形还断裂 管委会更发现 建筑图有主金20支 枯金改用4号钢筋 但一楼的两根柱子 主金都少了7根 甚至参杂8号钢筋 就连外枯金也变成了3号钢筋 质疑是偷工减料的公务局也承诺将派人核对 目前爆开来的百分之百都是有问题的 而且字数都 偷掉的字数都是一样 因为他本身的钢筋量不足 我们不敢住啊 假设这个做的钢筋数量是不足 已经是事实的话 那不管怎样 他就是要补强 华夏物理营31年 当初负责的鸡鸿建设 即使101年已经被汉堡开发建设买下 但后续如果真有偷工减料 当时负责人依旧有法律责任 住户们只盼是否能帮帮忙 让家园尽早恢复原谋 天文新闻 王新长家庭新闻 不过明明已经是列为黄丹的围楼25年了 从921到现在想拆却拆不掉 而这样的困扰呢 已经困扰住户25年 也侵害到他们的财产权了 这是在台北市的新生北路二段巷弄里头 这25年的围楼 因为他们整栋愿意搬走拆掉重建 但是隔壁栋三名住户认为可以继续住下去 所以呢就这样维持了25年之久 这回再度碰到地震 有住户就带我们的记者重回到现场 他觉得屋况已经插到不行 而且已经是被政府认定的海沙屋 多次希望能够见缓处来进行结构的判定 给他们红单 然后能够爽快的拆掉 但是终究是事与愿违 台北巷弄内走进中山区新生北路二段这边 经过抬头一看三楼天花板钢筋外露 也就是说到四楼踩的每一步步步为奸 实际到四楼住户来看 一开门可以说是断垣残壁 瓷砖水泥散落一地 因为921地震之后 这边就被建管处开黄丹列馆 后续认定为海沙屋 当时21号整栋住户全数搬走 但隔壁栋目前还有三户人家不愿意搬 让21号整栋楼的状况越来越糟 因为海沙屋跟黄丹只有两条路可以走 第一条就是资本的改建 第二条就是治标的家境补强修缮 可是你要有四大文件 不过确实台北市921地震列馆清单 有记载这两栋楼 列馆户数总共10户 不过黄丹鉴定结果 仅仅建议楼板钢筋腐蚀修复 104年4月也有限期修缮补强 目前还有住家的剩下其中一栋 但铜建商使用铜执照 没办法分开拆除 两年前的地震之后 吴先生再次找三四位技师来履刊 其中有位中信技师他看不下去了 他发一个声明稿给我 他说你这个已经几乎是鸿丹了 他也发给建管处请他们过来看 只有从那时候开始建管处 跟没有一个技师赶进来屋内履刊 声明书是110年12月中信技师来复检 研判监屋英属鸿丹等级 建议建管处另行委派公正专业人士复刊 对此建管处回应 这边确实是列馆海沙屋 但依现行规定 并非限制使用或必须强制拆除 修删费用住屋得自行吸收 0403强震之后 也请工会技师现场勘查 只有建筑屋整体性 外观及临防说明加以评估 身外构成红单或应立即拆除 只能说好险强震之后建筑还在 只是想把房子拆掉重建 25年来至今人士漫漫长路 TVB的数据 八方云集现在也卷入了实案风暴 有四个人说用完餐之后出现恶心呕吐的情形 而这家店在昨天晚上锦临清宵之后 今天依旧是正常业 台面冰箱全擦拭开店前动员大清洁 八方云集北投公馆店爆出疑似食物中毒 一架六个人买了锅贴跟玉米浓汤 有人只喝汤 有人只吃锅贴 有人只有吃辣味的 但三个人晚上七点半吃 一个小时后出现恶心呕吐腹泻 还有一人晚上十一点吃也不舒服 四人急诊后疑似食物中毒 四月七到当天呢 大概有约160个人有用餐 用这个餐 到目前为止 我们总部跟门店 也还没有接受到其他的消费者 有先提感受到不适 是不是食物中毒 北市也抽验工作人员 手部剪体 锅天盘 锅贴馅料棒等三件 环境剪体要厘清 至于周出的缺失 包含冷冻库 层架不竭 还有温度过高跟墙面剥落 11号后如果复查未过 将依法开罚6万到2亿元 而八方云集强调都改正 只是这分店似乎也非第一次食物把关出问题 Google评论中就有民众说 在汤中吃到菜瓜不思 或者是锅贴煎到嚼黑 都用用丢的 不藏 就说他东西很有而已吧 看一下他们的环境啊 什么之类的 除了被抱怨 锅贴黏皮发白 又有人说服务很恶劣 酱料区有酸臭 吃一口吐出来 至于八方云集股价 昨天收在171元 今天以168.5开出 一度跌到168元 但截至中午11点26分 跌幅已经去缓 神风暴对股价没太大影响 但是否锅贴浓汤面货 还有待后续旅行 还有新北市树林39人的旅行团 在南部用餐也传出了疑似集体中毒世界 因为39个人当中 有25个人上吐下泻紧急送医 那么随团的成员还有长辈 因为身体不适 导致跌倒骨折 状况相当的严重 而团言回忆起 他们在南部吃了 孟瑶姬的餐厅 觉得卫生堪虑 医生会出旅游装扮 一行人却坐在急诊门口 刚领完药一脸虚弱的样子 游览车不是开往景点 而是停在了医院大门 拖了13次拉了6次 最先出现症状的魏先生 看起来快虚拖 39人旅行团疑似食物中毒 25人中标 严重的躺在病床打点滴 以为是阴车 结果后来晚上才目的细细的 相信人越来越多 炸的没有炸熟 它里面是鱼浆 可能有的炸熟 有的没有炸熟 那住前一天 中午打包的肌肉和炸物 众人怀疑是海鲜卷没炸熟 来自新北树林的旅游团 平均年龄五六十岁 到南部玩三天两夜 出游第二天8号中午 在台南白河吃梦摇姬 结果下午开始就有人不舒服 恶心呕吐腹痛拉肚子 不断上吐下线 9号上午紧急中断旅程 把诊车的人统统再往急诊 甚至还有年长者拉到站不稳 在厕所摔倒骨折 大腿骨骨折 目前也是在做初步的处理 可能会转回它的居住地 进行手术的处理 卫生局货报立刻到旅行团层到访的 问摇姬餐厅鸡查 没处细节都不能放过 就是海轩啊 里面有加点汽汽 会抽汽啊 可是人一般以为它会没手 可是它都有手 有一团是一样的 对对对 它们有问题 没有问题 业者坚称食材没问题 也都有炸熟 目前卫生局已经将食物送减 究竟是什么因素 而台北市宁夏夜市民众开心吃美食 却直接目睹烧烤店的员工 跑去冰店杂店 原来呢烧烤店接获到了 卫生局还有相关单位的开阀 因为他们被指控长期适用内容桌椅 占用了7楼的街道 我以为是隔壁冰店员工检举 引爆了冲突 小心地滑的立牌变成武器黑衣男 拿起来狂砸猛砸 连监视器都在晃动 立牌解体喷出碎片 他在换成旁边的椅子继续砸 接着走进店内把椅子摔在起楼 这是另一个角度 被砸的是台北市宁夏夜市一间冰店 客人被吓到一瞬间跑光 在警察面前还继续吵 事发在6号凌晨12点多 清明廉价人潮爆满的宁夏夜市 动手的是隔壁烧烤店的员工 原因是被检举内容桌椅占用起楼 后续被一恐吓回损防害名誉送办 烧烤店一天最高收到4张罚单 业者说被检举到怕 平常不敢摆 业绩也下滑5成 他也提供这段反搜证影片控诉饼店 当初我女性朋友有经过他们的电影 而且有手机 但并没有拍摄他们 又跟那个店家有解释过 对方老板却完全不经解释 营业用的冰箱全部都打毁了 然后招牌还有座椅全部都受损 如果损失的话大概十几万 饼店业者喊冤 说自己当天也被检举 也常常收到罚单 跟烧烤店平常没有往来 也没有纠纷 双方各说各话 只能在法院说清楚 也从隔壁邻居变成冤家卤宅 TVB的新闻成员人吴亚太友报道 不过夜市的两侧棋楼 到底可不可以摆桌椅呢 其实根据道路交通条例 是不能摆摊 警方是可以开罚的 但是夜市人潮多 客人也多 大家都不想跟生意过不去 往往都会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还是会违规摆设 而这回没想到 引爆了邻居之间的冲突 来说两侧棋楼的店家 由警方管违规可以开单 但是像中间这一整排的摊车 则是有自治会来管理 除非是发生了纠纷或是刑案 警方才会介入 其他像是台北市万华 蒙甲夜市 同样摆在路中间的摊车 才由自治会管理 但一定要跟市场出登记 棋楼的店家 基本上不属于我们蒙甲夜市的会员 但是因为基于都是在同样一个商圈 而且他们占用的是人行道 是公有的道路上 我们就要去依法去管理 市场出就纳管了以后 不是只有每个月常常来查核以外 同时他也把摊贩能够摆的范围 都画了蓝虚线在道路中间 就是像这样的蓝色虚线 两旁得留一定的宽度 让警车救护车辆通过 探车除了规定大小还得标注编号 而有些知名夜市满满人潮 店家座位不够经常会摆张桌子 椅子让扫扫其楼能做更多的生意 甚至有些会出租给其他的摊车 但这些绝大多数都不合法 最高可以开罚2400元 7楼或商圈徒步区同样是违规摆摊 警方接获报案能够驱离或是开单 出外讨生活还是得要遵守自治会的规范 更别违反了倒车条例 否则出了探车有被扣走的风险 罚单金额恐怕还高过一天饮收 而台南有民宅发现 老是有无缘无故的人 直接把电缆线丢进自家里头 后来才发现原来是这中华电信的承包商 在涂装电线杆时 发现不属于中华电信的电缆线 就这样随意的丢弃 他们向中华电信投诉之后 以为状况会好转 没想到承包商依旧护态附谋 施工人员抵达电线杆前 一人拿着工程牌子 一人拆除电杆上的电线 层层解开后却是高举双手 直接把电线往一旁住家丢 两人紧接着完成喷漆气材 拿了就走 电线还悬挂在别人家门口 根据监视器画面其实已经过了两天 但这条电线依旧是被丢在民宅的围墙里 而屋主说其实早就不是第一次 电线一端接在电杆上一端还在住宅里 事发当天是4月7号下午 乱丢电线早就不是出饭 因为3月17同一辆车同一批人 都为了电线杆涂装工程到场 拆电线时一旁人员还指了指围墙 接着才垫起脚尖把线通通塞进墙里 其实住户最早从台电开始问 当晚台电就把电线重新固定 也表明要联系电信业者 张先生一一询问第四台和中华电信 才抓包疑似是中华电信承包商变异形式 就是已经发生过一次 跟他们为什么还会发生第二次 也就是说他们的管理上 真的有蛮大的问题 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电台上面都是 第一台都直接不就把它架上去的 虽然不是我们都要把它带回来 或是要把它交给我们要怎么处理 当然就便宜是把它放在人家的那个墙 无论是不是飞机电线线 本来就不能乱丢到住家里 直到住户po网 中华电信伙同承包商到现场 先将电线剪掉带回 也要厘清电线到底归谁管 才不会不同单位施工 却互相推脱不敢越界乱动 反倒害的住户不知所措 TVBS新闻张丽玲宋阿娟台南报导 而柯利执法却让新北市这名骑士喊冤 他说他从来没有改装自己的机车 但是却被侦测到 这个噪音的分贝数报表 达到了89.4倍罚1800块钱 但是环保局表示 不是你没改管就不会超标 因为如果车辆过于老旧 也会发出巨大噪音的 往长骑车上下班没想到经过这个路段 被科技执法摄影机侦测89.4倍噪音超标 寄出1800元罚单 因为我车子没有改装会收到这种罚单 我觉得不太合理 要如果每天再骑 骑差不多好几年了也没收到罚单 拿到这张罚单还是觉得不可思议 从来没有改过排气管 当天路段限速50 这些年来经过新北市五谷成泰路二段 也从来没有抽速 怎么会噪音超标 来看环保局对于噪音的规定 限速50公里内音量超过86 或是限速57到70公里音量超过90 都将开罚1800元到3600元 当事人这回分配数值被侦测出89.4 仅仅超过3.4 再听一次这个声音 质疑如果车子真的有问题 应该每天经过都有可能开单 机车航老板现场示范正常的排气管 如果你有听到那种啪啪啪的声音 那个就一定是有漏气 一般的民众全罩式的安全帽 隔音都很好 保养的时候可能请机车长代为检查 环保局统计全新北市有196处 声音照向科技指法 改排气管占所有噪音车违规最大宗 提醒骑士就算没有改管也要定期检修 骑车上路别猛吹油门或是低档位拉扣转 否则经过科技指法路段侦测到噪音 数值一旦超标当心罚单伤荷包 而新北市三重也传出巨大的爆炸声响 还有民宅的住户以为有人开枪 结果这起事件非常的离奇 一名男子因为三更半夜睡不着 不断的骑摩托车在巷弄里穿梭 那附近住户觉得实在是太扰人轻梦了 打开窗户要他几点了 是在朝什么 请他能够克制一点 没想到这名男子心有不满 回家拿了鞭炮 点燃过后就直接朝住户的家里丢 一名穿着黑上衣的男子独自骑车过来 停在路旁是准备回家拿东西吗 但仔细看下一秒他穿越马路 居然点火朝边家的方向往前扔过去 一丢马上人转头就往后跑 还怕伤了自己 这声音大到住户再次被吓醒 看看发生什么事 凌晨四点多大家都还在睡 但这名男子却连续折返骑车朝行人 男子当时骑机车行政院这边 被人认为他的车子喧音太大 没想到引起他的不满 居然跑到这里扔了自制的鞭炮 反而被别人误以为朝住家开枪 连警察都来了好几趟 还敢扔鞭炮恐吓住户 事情是发生在新北市三重 二十岁的李姓男子就住在 附近的巷子内 晚上不睡觉 骑车出门 却在同一条路上来回行驶 神隐吵到楼上的住户 被开床大骂 质疑为何这么吵 没想到这句话引起不满 嫌犯折返回家 拿了自制的鞭炮 就朝名字来扔过去 也不管当时好几间早餐店 都开整门营业还有人 事后漏网谈称 只是因为气不过 乱扔鞭炮还被误以为是开枪 想要去警方不敢大意 寻线逮人 原本是为了出一口气 最后惨遭逮捕 当街被压制 还被裁罚五千元 TV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